不要紧张啦 我会谈的是意识的问题 也没有要杯葛意识 我想这整个私校的问题 是大家所关注的 所以今天一定要谈 而且希望是完整的谈 那我们比较遗憾的是说 其实不论是教育部的业务概况的报告 或是私校的整个退场机制的问题 其实对于教育部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今天在这短短的一天的时间 要把这两个议题都来谈 我们觉得太大了 范围太广了 每一个委员就是十分钟的 这样子的一个询问时间 那我们觉得说 这样子其实对于教育的问题 没有办法实际来探讨 所以我是建议说 主席是不是可以把今天 完全就是变成是 我们来探讨私校机制 然后不止一次 因为私校的问题 要一次两次不断的 尤其将一话说一个月要提出 整个的方案报告啊 要提出报告在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他在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配套 他必须是经过数次的讨论工厅会 一个月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办法吗 所以如果要完整办法我们觉得说 我们应该教育委员会应该有责任 把它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然后不断的催促教育部来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主席 今天其实教育部的业务概况 其实不是那么的一个迫切 因为那个问题太大了 今天应该专心就来探讨 整个私校的问题 然后下个礼拜再来排 下下个礼拜再来排 我相信这样子才能让我们教育部觉得说 私校已经发生了整个退场 一个关键的时间点